Go 听哟哟哟 假动作可以再假一点 你记住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看着这边 看着这边 然后去这边 反动啊 别动啊 头部别动啊 记住 准备 Go 停 你的身体却狠诚实 你向着那边啊 大佬 向着这边 明白吗 好 投篮补习班第四课 第四课就是一个 很多球员 包括 我太太 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钟前 为什么很多球员射球的时候 都会这么钟前呢 主要就是因为 他的脚步是出现问题的 我们今天 就是讲接球 的时候 那个脚步 我们可以怎么改善 令到自己投篮的时候 是不会钟前的 在比赛里面 我们要射球的话 你一定是在队友的手上 拿着个球 无论你是否混球 好小球员就是 一开球就带球 我们自己射球 是不是 通常都是球 接完球之后 去射球 为什么会钟前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跑动的时候 大部分人跑动 就是头 先走 重心就是这样 钟前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课讲过 我们桶水在这里 你的头 就是最重的地方 它带你走的话 你的重心就一定是向前 我们射手的启动 不会跟头先走的 我们会 用脚步 通常就会加到个 假身 压下去 拉下去 我们是这样去射 这个是最有效 令你 减低往前 重 重心往前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先为自己射球 然后再排行 然后再排行 两个之后 用核心 起动 不要用头去启动 不要用头去启动 刃到头去启动 重心不会往前的一个步法 但最重要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接球的步法 所以我们先学会如何 启动然后拿球射 先不要拿头中前 好了我们看看Matthew平时跑动 你先做你平时比赛 好吗准备 Go 你看到头先走 你看到它一动的时候 一般都是头先动 好 到CM试下了 正常做就可以了 准备 去那边Go 对了 对了 接球那天合起了一只脚 CM刚刚刚 OK 再来咯 准备 准备 Go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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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呢 因为Matthew的重心斜了去那边 所以他斜了去那边之后 他要多个跳步 用来稳定自己 放得很慢的 那个跳步 刚刚看不到 再来咯 波 Go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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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之后 没有swing 对吧 好了 我们怎么起动呢 我们要起动跑位去接球的时候 记住不可以这样动 你不可以向右踏步 动 因为如果你一这样的话 你就 通常九成的头限 所以我们是反方向 为什么说加一个shape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容易动很多 你个人也都稳定 因为你是 反动 所以记住 我们惯性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们去那边是 然后这样移动 压拉 明白吗 是应该是这样的 看多一次一个步伐 头都跟着一起看 因为我们要fake 1 2 反动 头不会先走 清不清楚 我们试一下 准备 Go 停了之后 假动作可以再假些 你记住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看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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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这边 OK 反动 别动 头不要动 记住 准备 Go 停 你的身体却很诚实 你向着那边 向着这边 是 明白吗 是 好 对 你便直一点 感觉到吗 你便直一点 再来 Go 对 不行 你的头 不是 你一开始已经污了前 升直 你先用核心拉起 记住不要让自己的头移动 升起 右左 头都不移动 明白 准备试一下 升起 好 握住 对 我加叉 不好意思 再来 我会加到葫芦顶的位置 准备 在后一点走过来 对 先升起 头不要动 右左 对 对 对 直很多 好 稳定一点 再来 先升起 右左 对 对 对 Good Good shot OK 跑动 我们就这样练 接着我们练接球的步法 好 好 那 这 好 到